- よし! 那我是曼,在看鬼滅的時候 時常會注意到某些C咖特別的搶眼 不是只有出現一次兩次而已 而是貫穿了整部鬼滅之刃 在最後一捲漫畫,你還是可以看到這些C咖們的身影 然後這些C咖出場都有他們的任務 襯托主角們的光環? 不是,他們就像是烘焙網的幻想人物基德 99的專業解說員,Speed Wagon 出現雖然對劇情進展 呃...多少貢心一點 但你不可否認,加入這些綠葉之後更有趣了 有一隻當你不知道他是誰 但他還是有超多鏡頭的時候 極致下來之後,你想不認識他都難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鬼滅當中 超有存在感的綠葉雙人組 春田&後藤 好的,身為一個綠葉呢 就是不能搶過主角們的風光 看這毫無朝氣的死魚眼 中分的髮型 身上有一點花花綠綠的元素 完美扣死了 賴清德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他就是被人稱為最強路人的 春田 沒有名字 連心事都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了 春田這個人,什麼時候掛到都不覺得稀奇 結果他不但沒有掛 還跟著炭治郎他們站到最後一刻 身上受傷也比那群主角們少 這頑強的生命力就被笑說 根本是隱藏版主角來著 你們想嘛 二位老師給了炭治郎嗅覺的天賦 給了善意聽覺的天賦 春田呢 看似沒有天賦 但他的天賦 才是最強的 天賦 危機迴避 在蜘蛛山 炭治郎他們和春田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那時候炭治郎他們還是未接最低的魁 春田已經是個更階級的前輩了 身為前輩的春田就很帥跟炭治郎和豬豬說 我幫你們撐10秒 鬼的身邊應該也有人被操控 你們快去吧 把爛絲丟給下屬 只想霸凌嗎 後來他幫炭治郎他們撐過無數個10秒之後 還是被鬼用血鬼術襲擊了 好在馬上就有助來救他 雖然只能狼狽光著身子躲在草叢裡 但在影抵達之前都沒有再遇到生命危險 所以說春田主要是靠他的頭肌取巧 和比別人強的運氣嗎 當然不是 春田用他一生的肌肉告訴你 他也是有在思考 也是有在努力的 肌肉是最不會品人的 這邊絕對沒有在買什麼肌肉魔法石的梗 因為我要講的是另一位 同樣也是身處於魔法世界 卻不會魔法的麻瓜 亞斯塔想要逆襲成魔法地的故事 這部來自網評3.2分逆襲到9.5分的黑色午夜草 是一部擁有自成異格的魔法世界觀 豐富的角色設定 熱血王道的Jump系作品 亞斯塔有一句勵志的座右銘 絕不放棄就是我的魔法 為此每天鍛鍊自己的肌肉 以成為魔法地為目標 而說到Jump就想到黃金三要素 努力 勝利 還有友情 在吊車為主角旁邊 總是有個天賦異稟的同學 跟主角形成對比 在亞斯塔身邊 也有一位 跟他一樣是孤兒 卻擁有卓越魔法才能的 劉諾 在動畫中彼此互相成長 較勁 而這樣勵志又感人的IP 將要改變成手遊 黑色午夜草M 魔法地之道 在台灣推出啦 原版人馬全日文語音 再加上3D 還原原作畫面 讓你有著跟看TV動畫一樣的感動 每位角色都有專屬的華麗動畫 特定的角色搭配 發動協力技能時 還有小彩蛋 能觸發特殊動畫 例如亞斯塔還有諾這對官方CP 戰鬥才策略回合制 不用拼手抽賭人品 只要細心地培養魔導士們 所有魔導士都能突破進化 到最高稀有度的 エロア卡 如果只想要輕鬆享受RPG的樂趣 透過巡邏關卡 收獲支援就好了 其他時間就隨意地在遊戲中 悠閒探索 釣魚 把獲得食材 製作成料理 融入在黑霧的奇幻世界中 聽說近期竟然要開啟玉燈了 資訊欄的粉絲團連結可以先追起來 才能避免錯過玉燈或上線資訊 春天的身世也是蠻悲慘的 家裡的人都被無產殺掉 他變成孤兒加入鬼殺隊的訓練 學習水之呼吸法 聽說水之呼吸是最容易學習的呼吸法 但他使出水之呼吸時 幾乎不會出現水的幻影 在遊戲《鬼滅之刃》 《火神斜風潭》 還原這段超靠北的 沒關係 即使如此 他還是通過鬼殺隊的最終選拔活了下來 成為正式隊員後 他拿到人生第一把日輪刀 日輪刀的顏色會根據使用者變顏色 春天的日輪刀是 銀色 這不是根本沒變嗎 沒關係 春天不放棄地繼續在鬼殺隊中努力著 他早就知道自己沒什麼能力 但在面對實力比他厲害的人時 也不會犧牲嫉妒 漫畫後面有提到 春天和義勇其實是同其身 看著義勇已經成為豬 自己只有根 一般人內心會焦躁吧 但春天坦率地稱讚對方的實力 照著自己的步調慢慢前進 內心素質非常強大 春天 真難忍啊 在幾起事件下來 大概就能發現 春天根本是家中老姐 只要他有出場 就會巴拉巴拉 碎嘴抱怨一大堆 雖然不太可靠 大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能耐在哪裡 他就是屬於 不論屬於哪種狀況 都能順應當時的狀況 做出合理判斷的人 就算自己做不到 也會設法做到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蜘蛛山事件 起初他聽到貪智狼未接時 的確感到很絕望 不過在貪智狼的發現 有現在操控隊員後 身為前輩的春天 找到自己誤判了貪智狼和豬豬的實力 感覺到很慚愧 所以才當其輔助的角色 讓實力較強的人 去打實力強的鬼 但春天遇到無產的這個 狹腹仇人就不一樣了 他真心地想要為家人報仇 在公事書當中 有放一張 沒有在本片當中登場的茶圖 畫面中 春天失去冷靜的 吵著自己也要去戰鬥 結果被他的送鴨無情吐槽 你就算去有什麼意義 哭啊 連鳥都在說他沒有用 那在這部《聲優不用錢》的動畫中 春天的聲優 該不會也是為超大咖聲優吧 各位放心 鬼滅製作組還是有個標準在的 適不適合才是最重要的 春天的聲優 公田信機 配過死神的三田花太郎 看到下水眼中分黑腸子的瞬間 懂了什麼 補充一個關於春天髮型的人知識 關於為什麼他的頭髮看起來 這麼的無黑柔順 公事書提到 聽說他在保養頭髮上面 下了重本 因為初戀對象誇他的頭髮很漂亮 他就每天模糊髮油 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 女生的話 聽聽就好 重點不在髮型 是顏值 繼春天之後 存在感最高的鬼滅路人 就是後藤了 春天和後藤這兩個姓氏 相較於造門 我妻 完全是個路人姓氏來著 他就是在 探子狼被住門公開審問的時候 在探子狼旁邊的影 嗯 也是個感覺不會再出現第二次的路人 殊不知 接二連三的出現 跟春天一樣活到了最後 還交了他23歲單身的無用等知識 動畫組對後藤也是很有愛 這一屆的刀匠篇 還給了後藤一個很帥的特寫 而且吐槽什麼的還很精準到位 聽起來有點噁熟 感覺就不是什麼普通聲優對吧 嗯 是的 後藤的聲優士 配過奇遇 白影的 古川聖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甚至在公式書當中 都可以看到他的獨立篇章 書中的後藤化身為記者 到地獄採訪那些被鬼殺隊隊員們殺掉的鬼 就當我在想為什麼是後藤的時候 後藤聽到同伴們的呼喊 從暈倒中醒來 原來是屍族撞到頭之後 覺醒關落因技能的術士啊 失禁失禁了 話說這邊小小劇透一下 後面隱瞞 用完命關頭的方式 協助鬼殺隊的人殺鬼 後藤似乎是第一個開撞的隱 其他同伴都嚇到不敢行動 是看到後藤行動之後 才鼓起勇氣 是要後藤表示 當時根本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看到大家都已經傷痕累累 自己也要有所作為才行啊 也是真男人啊 後藤 不要以為這兩個人的戲份 就這麼結束了 鱷魚老實話的後日談 他們的子孫也都有參一咖 無殘死後的一百年 故事的時間點轉移到了現代 春田的子孫 變成了愛馴化的老師 後藤的子孫 變成了善依子孫的洪雪 和竹內的子孫 討論玉石狼繪製的諸事畫像 不是 竹內你還在啊 竹內雖然沒有前兩位來的有名 但在後期 也是鱷魚老式的乾兒子了 漫畫中有目視玉石狼 想要控制民女的腦袋 但拿下主導權的過程 非常的不容易 竹內看著玉石狼這樣痛苦的樣子 就提出 吃了我吧 如果那樣能夠打敗無殘的話 在日本就被戲稱 非常實前輩 就是緊急用了儲備糧食的意思 真男人啊 竹內 這些綠葉的共通點都是 喉髮無上的活到最後 以給了他們帥氣的表現 主角反而瞎眼斷手 所以就被笑稱 是史上最強的路人們 地方宅女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 需要您的關心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也可以給我超級感謝 小小支持我一下 我是瑪夏再見 掰 我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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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和家 我應該勉強都會做